在其他的消息方面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申 绝不会让非法移民取得合法的资格 他在劝锋出访墨西哥之后强调 一旦当选总统 他会按照原先的承诺 在同墨西哥接壤的边境造墙 而费用由墨西哥支付 特朗普结束墨西哥的访问行程之后 马不停蹄来到凤凰城 他强调美国绝不能在非法移民的课题上妥协 他也强调墨西哥必须出浅 在边境建设围墙 防止犯罪分子进入美国 在这之前 应邀到墨西哥访问的特朗普 在演讲时还大赞墨西哥人 培尼亚后过后表示 已经私底下向特朗普表态 墨西哥不会为围墙出钱 特朗普到访引发墨西哥人上街示威抗议 而当地的反对派政客和学者 也对培尼亚愿意跟特朗普会面表示惊讶 多余可 帮助 方向特朗普